嗨嗨大家好我是Ethan 那前一段時間索尼發布了A7S3的固件更新 那其中有一個非常大的更新 就是加入了PP11 S-Cine Tone S-Cine Tone一直以來都是索尼電影機線上的一種色彩科學 那這次索尼也是破天荒的下放到了A7系列 但是目前也就只有A7S3能安裝這個固件 那我也在第一時間升級了這個固件 很多網友就問我我對這個S-Cine Tone有什麼看法 那首先PP11呢它是一個直出色彩 所以對於一些專業性的拍攝來說 確實是有一點牽強 因為它動態範圍確實是不太夠 所以它對於比較嚴肅的拍攝項目來說呢 實用性並不是很大 關於它色彩科學呢 我會明顯感覺到膚色有了非常非常大的提升 不會像索尼之前的色彩科學一樣蠟黃 即使在ZVE之後索尼有更改一些它的色彩科學 沒有那麼蠟黃了 但是仍然呢就跟我一樣還是比較黃 這次S3加入S-Cine Tone之後 我也特地關注了一下它的膚色狀況 確實是有一個比較大的提升 它膚色裡面的黃色確實減掉了不少 整個膚色的色彩科學看起來也有一點像 佳能的那種比較白裡透紅的膚色 但是我看很多網友在討論說 其實這個A7S3的這個S-Cine Tone也是有閹割的 它和真正索尼電影線的S-Cine Tone的這個色空間 還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好像S3這邊官方文獻我沒有查到 但是它好像是基於RAC709的色彩空間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它的色彩空間其實並不是很適合 比較嚴肅的項目的創作 但是如果你只是拿它拍一些Vlog 或者頻道的素材的話 我覺得這個色彩科學還是很友好的 很大一部分程度上 節約了後期調色的一些步驟 尤其是索尼素材的複色矯正 那雖然PP11是直出色彩 但是很多人現在會用這樣的方法來拍 就是用PP9 但是把色彩模式改成S-Cine Tone 等於說用S-Log3的Gamma曲線 得到一個足夠灰的一個畫面 來保證這個動態範圍 但是色彩模式又用的是S-Cine Tone 來獲得更友好的色彩科學 尤其是在膚色這一塊 那這段時間我也在用S-Log3 加上S-Cine Tone這個色彩模式 來體驗了一下這個全新的色彩科學 那現在我就切到我的電腦螢幕裡面 來看一下我是如何看待這個S-Cine Tone的 大家先看一下我這兩個素材 我這兩個素材是拍我的色卡 那左邊這個是默認的PP9 它的色彩模式仍然是S-Cine Tone 那右邊這個色彩模式就是S-Cine Tone 它們都是S-Log3 那大家可以從適量圖裡看到 默認的PP9和S-Cine Tone的PP9 它們的原始飽和度是不一樣的 明顯S-Cine Tone的飽和度會更高一些 而且可以看到就是這色卡的這上面6個點 也就是這6個點 大家如果對色卡不熟悉的話 可以去看我色卡那一期 那理論上來說 這6個點理想狀態下應該是直指的這個方框 每個方框對應的是理想當中比較正的顏色 那現在S-Cine Tone上看的話 青色會稍微偏綠一點 但是紅色很正 黃色、陽紅、藍色、綠色都很正 默認PP9可以看到它的藍色稍微偏輕了一點點 紅色也稍微偏黃了一點點 那我們把膚色指示器打開 那默認PP9呢 它離膚色指示器距離是相對來說遠一點的 更偏黃一點 那S-Cine Tone呢 可以看到膚色這邊就慢慢往這邊指示器上貼合了一些 所以可以看到它們的色彩科學還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那我現在激活一下索尼官方的還原LUT 那官方還原LUT套上之後呢 可以看到膚色這一塊真的是偏的好黃 藍色和紅色也都有一定的程度上的色偏 那我們現在在用官方的S-Log3的LUT套在這個S-Cine Tone的素材上 看一下色卡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那肯定的這個飽和度會變得非常非常的高 好像紅色這邊都溢出非常多 但是膚色這邊有幾個點還是貼合著膚色指示器的 那大家不懂了這個膚色指示器的話 可以去看我認識示波器那一期或者膚色處理那一期都可以 這裡呢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藍色比較偏洋紅一點 洋紅也有點色偏 但是紅色呢更往洋紅偏了 等於說這個紅色看起來有一點沒有那麼的正 好那理解了這樣子的一個素材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膚色 好那現在呢看到的兩個灰片 一個就是我正常用S-Log3默認的拍的 左邊的素材是我用S-Cine Tone的色彩模式拍的 那我們先用官方的LUT還原一下默認的PP9的 素材可以看到和我們剛剛色卡測試的一樣 我的膚色呢明顯的有比較嚴重的偏黃的狀況 那我們用一個窗口來驗證一下 可以看到這個我膚色的適量圖分布 是在膚色指示器的左邊也就是偏黃 理論當中應該是貼著這個指示線在它的右邊一點 它現在這個貼的是左邊 所以呢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到我這個膚色黃的很難受 好那我們用同樣的一個還原LUT套在S-Cine Tone上來看一下 好可以看到S-Cine Tone這邊呢 再看我的膚色比剛剛的S-Log3的默認好了非常非常多 但是大家仔細看一些細節 就是我的這個嘴唇已經偏平了很多 而且看起來非常的很像塗了狗紅的樣子 然後呢看我們的試波器 我把我的這個兩倍顯示關掉好了 可以看到兩倍顯示關掉之後呢 我們的紅色也出現了超出這個方框連線的位置 等於說它紅色是有一個比較大的溢出 我這個紅色的溢出應該是在我背後這個霓虹燈管 理論上來說霓虹燈管也不應該是這麼的紅 那我這個鏡頭呢 我也就是測試了一下比較鮮豔的 比如這個紅扇子還有這個黃色的布 藍色的布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我如果直接加載默認的還原LUT 會有什麼樣的狀況發生 那可以看到這個紅色就溢出的根本就沒辦法用 而且可以從這個攝像圖上看到 我這個紅色之前沒有還原的時候 它雖然飽和度也蠻高的 但是它是直直的正紅的框框 也就是說它的紅色其實是蠻純正的 可是呢加載了官方的S-Log3的還原LUT之後 它明顯偏離了這個正紅的框框 往陽紅那邊偏了 所以這個紅色不光是有出現過飽和的狀況 它還是有出現色偏的狀況 然後呢我又用PP11拍了一些素材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PP11直出 我做了一下曝光的調整而已 那可以看到我的膚色 雖然沒有之前那麼的蠟黃了 但是它的飽和度我覺得太低了 那雖然說它的膚色已經是很不錯了 那這個素材我也是在光比比較大的環境下拍的 上面一些偏暗的像素正常曝光的時候 我的天空就完全被砍平了 所以PP11這個直出的動態範圍確實是不太理想 但是色彩科學確實是還不錯 那這個畫面也是有個比較大塊的紅色的東西 然後我們也同樣套上一下這個S-Log3的 官方的還原LUT 這個就很明顯了 紅色往陽紅偏了 紅色這裡紅色都完全溢出了 這個飽和度根本沒法看 所以總體來說呢 S-Cine Tone它確實是一個很不錯的 對於膚色很友好的色彩科學 但是目前如果你用官方的還原LUT 是根本用不來這個S-Log3加上S-Cine Tone色彩模式的這個組合的 那今天我這兩個禮拜忙什麼呢 大家看一下我拍到的素材 我忙著再做一個LUT 直接免費放出 來介紹一下我做的S-Log3加上S-Cine Tone的還原LUT 其實做一個還原LUT 最最重要的一個點就是它的通用性 因為LUT是不可能完美的你知道嗎 就是可能我在這個素材上做的很好 套到另一個素材上可能就不一定好了 所以我最近我就出去拍了蠻多的鏡頭的 有夜景啊 有我自己室內的光源 有戶外的一些光源 有不同的這個天氣 陰天啊 還有不同的時刻 像這個是夕陽的時候 包括測的這些我Vlog的時候會用到的膚色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啟用一下我這個LUT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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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LUT是怎么做的 我先切换到我做LUT的那个版本 好,那现在我先把它们所有都禁用起来 那前面几步都是去灰 我把饱和度和对比度都拉了一些回来 第三个节点呢 其实应该是第四个 是做了一些色偏 那这个色偏就是基于拍色卡的那一个素材 我把它们都拉回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正确的范围 好,我这个四号的这个节点呢 我就是做了一些色彩的偏移 看没,我青色啊,阳红啊都做了一定的修整 让它们能够这六个点能够对着我的这六个方框 同样的这个操作 我也把它应用到了我的这个外景的素材上 五号节点呢 我在色相vs饱和度这边做了一些色彩防溢出的一些限制 拉低了一些色彩的饱和度 让它们不要溢出 然后这个六号节点大家仔细看我的中灰的暗部 我加上了我的秘密武器 也就是我的左右左右这一招 所以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深色或者中灰偏暗一点的颜色 会比较的实 没有那么灰 对吧 中灰暗其实是可以蛮提升质感的 所以我这边就加入了我的一个标志性的操作 那七号节点我做了比较少量的色彩对比度 就是在RGB三条曲线上做了一个很小的S曲线 那不懂的话去看我认识曲线的那一期 八号节点比较重要 因为八号节点我用到了蜘蛛网 那我做了一些细节的色偏的调整 更规范了一下肤色 那九号节点我也是在色轮这边做了一些对比度的规范 那十号节点是最后一个节点 我做了一下黑白场的抑制 让它们能够锁在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范围之内 所以这一套下来我不光做了标准的一级校色 包括去灰加饱和度加对比度黑白场的确定 我还针对这个SCT Home这个在S-Log3上的色彩科学 做了一些相对应的比如说矫正的色彩偏移 还有就是防色彩的溢出绝对不会出现饱和度爆炸的情况 还有就是精确一下肤色 等于说这一套下来呢 大家看我拍了这么多的素材 因为真的我这九号节点真的不是在一个素材上完成的 我是每一颗素材都反复的测试 每一个的调餐都是能够通用性最强的时候 然后这十一号节点是我的一个窗口节点 然后我就是用它来测肤色 像比如说这个 它就基本上就是贴在这条线上 然后最后我生成LOT的时候 我也是用这个信息量最大的65点的LOT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Cube文件它有6个M 平常你见到LOT都是几百个K对吧 我这个是6个M 那毕竟它是一个LOT 所以它并不能很智能的根据你的素材的情况去直接矫正到一个最理想的状态 那这个怎么做呢 其实你一定要自己在手动做一些规范性的微调 比如说色温或者比如说曝光 你如果过曝了 那该曝的还会曝 你得自己手动拉回来 所以你套上我这个LOT之后 你还得自己在手动做一些调整 像比如说这个素材 我套上我这个LOT之后呢 会明显看到这个红砖墙有一点太亮了 没有质感 那我们就可以手动的做一些调整 但我会建议好大家做这种基本的校正的时候 你的校正节点最好要建立在这个LOT节点之前 所以你在添加节点这边 你要点这个在前面添加 这样子呢一些该保留的细节 它就会还是会保留下来 因为如果你过曝了 然后你这个套完LOT之后 你过曝的更多了 你在后面的节点再拉回来 有可能会丢失掉一些 本来你原素材里面有的细节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的这个LOT的通用性怎么样 你拍素材如果曝光和白平衡 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的这个通用性还是可以的 我的这个白场 它会根据你素材的变化 做一定的浮动 但是平均过去也都会在90以上 像比如说这个素材 它白场这边砍平的时候 就是浪花里面的这个反光嘛 也就大概在92%左右 但是呢如果出现一些比较高强的光源 比如说这个我直拍夕阳 它就会锁在大概99这样 所以它其实是有个范围的 它不可能完美 比如说这个素材 我套上我的LOT之后 因为这个是在一个比较暗的环境下 我黑场定位也大概是在3% 4%这样子 那如果是在这种晚上很暗的夜景呢 我这边用的是S-Log3 用ISO12800拍的 所以噪点也基本没有 然后呢我套上我的LOT之后 因为它是一个很暗的环境 我也把它锁在了大概2%这样子 也不会出现死黑 所以我的这个黑白场 它也是会根据你拍摄的警示物 有一定幅度的上下的不同 但是呢基本上不会出现严重的翻车 但是我在做这个LOT的时候啊 我反复切换的时候 我有发现它这个S-CD tone的一些小的不足 我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素材 我在做还原的时候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如果做标准的手动还原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状况 好我先做一下黑白场 我个人是习惯用曲线 你平常习惯用色轮也都可以 这个是都可以的 然后饱和度 比如说我加到90先看看 那这里呢大家会看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有没有看到 就是它的暗部这个地方 暗部的饱和度很高很高 都失真了 看到没有 就是这些饱和度失真了 所以我在我做这9个节点里面 我在2号节点上 做了一个亮度vs饱和度里面 我把暗部的饱和度压低了一点 这个压低呢 就会让这个暗部的过饱和的状况消失 那另外一个我发现 偶尔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大家看一下这个素材 那我先也是做一个手动的还原 给大家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那下午饱和度是加到一个失真的状况 那我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会有什么问题 就是树没有被太阳照到的时候 树的阴影的绿色会发青 它在青绿这边更偏轻一点 这个触手蛮长的 也就是这一些发青的树叶的颜色 那这个颜色并不会每时每刻都有 但是我抓到了两个镜头 那这个镜头我也把我刚才操作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吗 在阴影里面的树叶 它的饱和度有很严重的发青的状况 但是我不能把这个矫正加到LUT里面 因为如果加进去的话 本来如果是这个颜色东西就会被我往绿的那边偏 所以呢我的LUT包里面 我有多给你们一个LUT 它的后缀是Green Correction 就是绿色矫正 所以我这个一号节点之前为什么隐藏起来 因为这个东西我是做这个绿色矫正的 好那原本这个绿色是有点发青的对吧 看这个触手在这边 然后呢我把它激活起来之后 看到没金色就没了 它这个触手就对着绿色了 好然后这个呢红扇子这边 刚刚默认的自带LUT翻车了 我看一下我的这个LUT 看到没有 这个红色的没有色偏了 它就是对着红色的框框 而且它的饱和度也被我锁在了一个比较安全 但是又不失针的状况 我不敢压太低 因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拍一个口红 或者拍这种饱和度很高的红色东西 它确实该有的鲜艳还是得有 所以我这边我只是做了一个安全的限制 我不会把本来应该高饱和东西压到很低 因为这就不是还原LUT 还原LUT就是要还原最真实的颜色 那室内我的棚里面的光呢 那这个是默认PP9套上还原LUT之后的样子 我刚给你看了肤色很黄对吧 那我这个LUT呢 SCT Tone的S-Log3拍出来的 我校正完之后我的肤色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样子 那这个是PP11直出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 反正我个人认为我不太喜欢 它的肤色虽然说没有以前那么黄了 但是它也真的说不上是红润 因为我觉得它的饱和度有一点太低了 所以这个是我S-Log3加上SCT Tone 然后套上我自己做LUT的肤色 和它PP11直出的肤色 那还是有一点不同的 这个肤色是PP off的肤色 其实还可以 但是呢 因为毕竟是PP off 它没有Gamma曲线的加持 所以它的画面整体看起来也是相当平庸的 对吧 我知道做这期影片的受重面一定不高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A7S3的 但是我仍然花了将近两个礼拜来研究这个LUT的通用性 因为真的一个LUT的通用度越高 你要测试的场景就越多 包括我也让我群里面有S3的水友 也帮我测试一下他们用这个格式拍出来的素材 也得到了肯定 所以最后我就把这个我做的LUT 完全免费的分享给大家 下载链接在影片介绍里面自己去找 如果大家呢 把这个LUT分享给你的朋友的话 我希望你也可以把我这支影片的链接也同样发给他 让他了解一下我这个LUT应该怎么操作 因为有的时候操作不当的话 也会出现一些可以避免的错误 那如果这支影片能够帮助到 正在用A7S3的这个模式拍摄的朋友 我知道人数不多 但是如果能帮到你的话 帮我点个赞 好那今天的内容就这样 我们的Q教群在这边欢迎介绍我讨论 那今天就这里有空来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